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騎著沙灘車 一尺一尺學士 這是陳家夫每天的工作日常 因為遠步北韓一戰成名 朋友給他取了個綽號 叫做瘋子瞎夫 他已經流到往故隱了 但別看到現在如此膽大聲細 甚至勇闖別人不敢去的北韓 小時候的陳家夫曾經有社交互動障礙 我小時候口氣得很嚴重 也是大概五六歲才會說話 我一直有個記憶就是 小時候大人看到我就說 怎麼不說話不說話 因為不善表達 凡事都用拳頭解決 曾經誤入歧途也加入過幫派 卻因為他很能打 音樂機會下被找去當一人保鏢 我第一個保護的藝人叫做洪榮洪 因為那時候他在藍寶石被殺 那我就負責保護他 然後就很多藝人就蠻喜歡我的 然後就跟我們公司簽約 也替公司拉了不少生意 後來我就當上了這家公司的經理 當時的公司老闆是韓社參旅集團的 前董事長蔡成薇 他對於陳家夫相當賞識 後來我老闆蔡成薇乾脆就把 開展經紀公司就送給我了 那我就變成這家公司的老闆 因為蔡老闆帶我認識很多所謂的 商場大亨我就周旋 我就是他們大家的小弟 因此許多的商界大佬 都成為他日後事業上的福星 陳家夫不僅搭過 中部知名飯店的創業總監 也是建築公司老闆 後來因為熱愛潛水 喜歡上墾丁這一片土地 也意外發現 這座位於屏東滿洲鄉的養殖場 這個之前是東森集團王令一先生 在這邊養龍膽石斑 就想說那就利用現有的來養蝦 結果才知道養蝦跟養魚的池子 大小不一樣 深度不一樣 因此他把十多座水池全部重新整理 無奈七年前開始養殖時年年慘培 找來許多的專業人士共同研究 光是在五年內就燒掉五千多萬元 這高昂的學費卻沒有讓他放棄 到現在其實我告訴你也還在賠 我本來 我好不容易前四年 讓我也養到了將近五成 結果去年是被偷光 被偷的剩下一萬多隻家 我去年會被偷啊 就是內神偷外鬼 他都知道我們今天放哪一死 懷疑遭到認識的人被判 卻苦無證據 讓嫌犯現行 但陳家夫在商場上把滾多年 調整步伐 繼續創業 來 歡迎參觀一下 我們的龍蝦麵我們就叫金主席 因為金正恩先生現在也變成我的貴人了 或許以後我的龍蝦連鎖餐廳 就直接叫金主席 受惠金正恩 陳家夫意外爆紅 成了名副其實的龍蝦大王 這些年的創業路 太太一直是堅強的後盾 我覺得我們像走在那個鋼索上的人一樣 創業圍堅 就覺得說他真的是一個 逐夢者 然後他沒有框架 他跟我的落差很大 所以我認定他是個浪子 互補的個性變成相互扶齒的夫妻 但是陳家夫敢衝的性格 卻常常讓親友捏把冷汗 像他之前質疑到北韓郊金正恩養龍蝦 好友陳生在苦勸不聽的情況下 最後只好送他一首歌 祝福陳家夫一切順利 不然這樣我寫一首歌送你 就當作給你見別 你回來也好 你不回來也好 至少我做兄弟的有這個情意 我說好啊 你寫 同時不會因為孤獨 就向著你的懷裡走來 結果沒想到兩個禮拜之後 居然說 夏峰來錄歌 我說要錄什麼歌 我幫你寫好了啊 結果我就帶著我女兒一塊去錄音室啊 那我們一起去參加 然後一去陳生就說 你養得好也回不來 養不好也就被斃了 然後他在旁邊聽 他聽了他就嚎啕大哭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因為恐懼 壓抑的恐懼我也在旁邊 我也流了一點眼淚啊 結果眼眶也紅了 就怕一家之主真的回不來 妻子女兒抱頭痛哭 幸好陳家夫最後平安無事 不過見過大風大浪的她 有一段時間卻偷偷落下難了淚 母親是上個月才過世了 那這個都是 我想至親的事事 當然是會給你一個很大的衝擊 母親在病危的時候哥哥通知我 那我在高鐵上 我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我說我媽媽是這麼的愛我 我也這麼的愛我媽媽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炒一輩子的假 就是代溝吧 所以我想拍一部電影 就是用喜劇來討論 就是隔代的代溝問題 歷經桑母之痛 一度讓陳家夫陷入了人生低潮 卻也讓她知道 下一步的創業路該往哪裡走 陳家夫說 她會帶著 擁闖北韓的那份無懼的心 繼續圓夢 她的下半人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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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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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